大家好 阿彌陀佛 请先开经本第三页 经本第三页 从第二行第二句看起 先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 我们看讲义大师之德 十条大愿 第九恒顺重身 所谓的恒顺重身 这一条阵阵落实 是修行人的大心量 十条大愿 每一条都是慈悲心的开心 而普贤菩萨劝导这些菩萨们 学这一条恒顺重身 因为菩萨视线度化众身 那你说 所谓的度众身 这众身那么容易度吗 特别是六道 特别是六道 港墙满火呀 那你要度众身 你必须要懂得恒顺 所以所谓的恒顺 所谓的恒顺 要能随顺众身 但是 这问题来了 众身要是恒的 我要恒顺的话 我要随顺他的恒 那怎么办 那不变成我也造罪业吗 那么这一桩事情 我们就得分辨清楚 如果是菩萨的恒顺众身 菩萨确实可以在四色法里头做到同四色 也就是菩萨要度你 你纵然在恒环境里头 他也陪着你一起吧 但是他有能力 把我们从迷惑颠倒给救度出来 那他自己呢 他自己绝对不可能还迷惑颠倒啊 所以一整法界这些大菩萨们 他们视线度化众身 不只是随众身心因素质量 而且他还能恒顺随喜 与众身同时在一起 你一度众身 你要不能够视线的跟他一样的话 这众身不能接受你啊 所以我们看 祝佛菩萨千百亿化身 你说这千百亿化身 拿来干什么用啊 拿来度众身 那度众身为什么需要千百亿这样的化身呢 因为每一个众身 他都执着在自己的需要 所以当这些菩萨来到这个世间 他想要度化我们的时候 他一定要视线跟我们一样 只是我们凡夫没有能力觉察而已啊 举一个最明显的 我们中元七月 我们称鬼节 那个鬼门关大开 那个不是我们佛教的说法 但是这一个月呢 确实能够修很大的功德 来供养这些苦难众生 特别是鬼道众生 那么菩萨他要视线到鬼道去度众生 他就不能以菩萨的身份 以这个菩萨的样子去度众生 为什么 鬼道众生不能接受 你必须同类化身 你必须同类化身 所以我们中元七月 要超度这些鬼魂亡灵 你看 共奉的世界 这个面燃大师 这个面燃大师是鬼王 你看他的长相 轻面燃鸟 看起来很恐怖的样子 殊不知 这面燃大师 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平时我们一想到观世音菩萨 都是那一脸慈悲相 多么庄严啊 但是如果你说观世音菩萨这样的慈悲相 他要到鬼道去度众生的话 这些鬼不能接受 所以佛菩萨横顺众生 他不会执着说 我多辛苦啊 我才修到菩萨 才修到这样的相好庄严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你叫我献这个轻面獠牙的这种丑陋相 去度众生 我看 不会 大慈悲心 所以观世音菩萨到鬼道去度这种生的时候 他就献着面燃大师 鬼王的身 这些些鬼啊 一看到这个 自己人 他们就乐意接受 所以中原七月 如果有草都 供奉着面燃大师 一定要放鬼王的相 而你要不放鬼王的相 那立个鬼王的牌位 绝对不能把这个庄严的光世音菩萨的相放在那边 这些鬼统统都走了 那不敢来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 这就是很明显的 菩萨的大慈悲心 恒顺众生 他心里 信心念念 是为了利益众生 那么他跟这些苦难众生混在一起 不可能他还退传 菩萨去度众生 不可能 不可能还给众生度了 这个是讲的 已经是大菩萨了 所以 普贤菩萨劝导他们 修着恒顺众生 真正把这慈悲心脱开心量 真正把这慈悲心脱开心量 以一个念佛的身份 如何去做到恒顺众生 如果要像刚才我说的 像观世音菩萨 视线鬼王 同事社 那完了 你去度众生 不是你度众生 你给众生度 因此 我们今天念佛凡夫的恒顺众生 是要有条件的 如同前面第五条介绍的 随喜功德 我们随喜 要把善与恶 看清楚明白 那同样的今天 我修恒顺众生 这众生善与恶 也要分辨清楚 更何况 你在前面已经修了离尽诸佛 称赞如来 对一切众生不管好与不好 我对你利益尽有加 好人 我对你恭敬 恶人 我对你恭敬 你的恩爱眷属 我爱你 咱们的冤家对头 我们也要学着去包容他 虽然还没道说 师父 你总不能叫我去爱我的冤家对头 而你要能爱你的冤家对头 那还真了不起 那说明了什么呢 你有菩萨的大行量 那要不能爱 至少要能包容 那师父 你说这冤家对头啊 你看以前 你看他是怎么个欺负我 怎么个陷害我 怎么个侮辱我 把我害得死去活来的 而这才变成大冤家 你今天叫我包容他 那怎么可能啊 我告诉你 你要能 少少的把自己的信量脱开 包容眼前的大冤家 那么你这一生 一切恶人 包括这些 以前对不起我的人 站在我面前 我都不欺信不动念 你要没有这种信量的时候 不要说这个恶人 这个冤家对头站在我面前 你耳朵听到他的名字 你都恨得咬牙切齿 那么诸位我问你 你恨的时候 苦的是你自己啊 他 他怎么知道你恨他呢 那你说 最后我是自己受折磨 所以前面我给大家讲 离近诸佛 我打开心量 那么我如何对这些冤家对头 去包容他们呢 他们虽然对我不好 但是你今天学佛了 对这三世因果 你就要明了 今天人家对我不好 统统是前世夜因精神过宝 你要信因果的话 如果没有以前的因 如果我以前没有这样的害他的话 做对不起他的话 今天他不会来害我 那今天冤家路宅狭路相逢啊 他今天又来害我了 他来讨债而已啊 我心甘情愿的还债 该拿的你拿去 再还完了 咱们两个人的恩恩怨怨 一笔勾销化解了 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冤家对头了 就算不是好朋友再见面 你心里也不会再齐心动念 人生苦啊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苦端的人生里头 再给自己增加苦手呢 没有别的 普贤菩萨叫我们脱开心量 只要你肯把心量打开 只要你能接受三世因果的道理 那么你从地院离尽诸佛 我心量打 那么趁战如来呢 我要分散了 刚才讲的离尽 你就算他是大冤家 无恶不作 我对你仍然是离尽 因为你是未来佛 但是是要称赞 你如果是恶 我不称赞你 意思就是 我对你核杂 但是敬而远之 我不会跟你在一起 那么你就有智慧 哪些是善 哪些是恶 哪些我可以跟他在一起 哪些我敬而远之的 你离尽诸佛称赞如来以后 我现在要发心度众生 在这恒顺众生里头 我也要把这众生的善与恶 看得清楚了然 所以恒顺随顺 那是随顺善拱的 不能随顺恶拱 恶事 那这怎么说呢 我打个比方 哦 师父叫我说要度众生 那度谁了 今天这个恶众生啊 酒鬼啊 那不是要同事社吗 那我就把我自己也变成酒鬼 那酒鬼才能度酒鬼嘛 那你也跟他去喝酒来 那我问你 你这酒喝下去呢 你能如如不动吗 如果不行的话 那这酒一下读的话 你也迷惑颠倒了 那这绝对不能恒顺众生 为什么 你不是菩萨 你还是凡夫 那怎么办 宁可不读 因为你没有能力读他呀 所以这一种善恶的事情 我们做恒顺众生 随顺众生的事 要以这个为底线 那如果是善的 善的我一定要恒顺 我跟朋友在一起 哎呀 你看人家多么精进用功 都是好的 道业上精进啊 人家做很多世间这些慈善啊 我要恒顺众生 我要随喜功德 所以对这一些良师益友啊 我要常常请进他们 我要做恒顺的事业 常常跟他们在一起 劫善缘 劫发缘 一定要把 一定要把自己啊 避在这样好的环境里头 不要高估了自己今天修行有什么境界 什么境界都没有 故人所谓的 你今天在什么环境里头而已 你在好的环境 与善人交入入指南之时 你敢天天跟那些恶友在一起 跟那些猪鹏狗友在一起 天天跟人家高谈成吃撒到凝望 与恶人交入入泡雨之时 我们今天凡夫 我们需要环境来带领我们 所以我这恒顺众生 我随习众生的功德 这只要是善的 是功德 与亲近心相应的 与修善相应的 无条件的恒顺 也就是我随喜 有机会呢 我多跟这些良师意犹善之时 跟他们交往 跟他们在一起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在修学上 一定要有同产 所以自己一个人灌起房间门来学 你什么都学不到 来告诉我 师父 我回家自己修了 为什么不来佛堂了 佛堂是非多 你看我一来到佛堂 我一做义工 义工团队里头就像师父每次讲的 都叫什么那都霸仙过海 各仙神通啊 那我退下来做群众 佛堂里头 这个是非也很多 算了 我回家自己去 关起房间门来 老师念我 我好好的心 或者说师父 我这留不来了 我另外去找一个 没有是非的道场 我到那边去修 我说好 你确实 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 苦了你了 你去找道场吧 你找到没有是非道场以后 记得回来通知我们 我们统统都跟着你去学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今天你找不到没有是非的道场了 世尊经典预言所说的 这咱们今天末法时期 道场叫什么 斗争坚固 斗争里头只有是非人我贪嗔痴慢 嫉妒障碍烦恼稀气 居士跟居士斗 出家人跟出家人斗 师兄弟之间也斗 还不够的话 师父跟土地也可以斗 那是非就来了 那看着咱们道心都没有了 那我赶紧找另外一个没有斗争的道场 我告诉你 死了这一条心 除非是佛菩萨来办道场 没有是非 如果说 我们凡夫来办道场的话 怎么可能没有是非呢 你去吧 你找了 找到了来带我们 然后他说 师父那我什么道场都不去 我就在家里面 那么我不鼓励同学们 在家里闭关 什么原因呢 这个在家里关起来 一句佛号念到底 我都还不知道 你有没有念到极乐世界去 修成什么个样子 我都还不知道 那你说师父啊 这修行到底要怎么个修啊 很简单 修行就是 找 有是非有烦恼的地方 你面对着一切人 一切事 遇到你的大恩人也好 遇到你的大冤家也好 佛法的成就在于历世练行 遇到事了 遇到某人了 要去考你的心 关起房间门来 每天在房间里头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吗 不知道 腿一放下来出到外头去 还不照样是人我是非贪嗔痴吗 就在咱们的日常现实生活里头 厨师 待人接物里头 遇到什么人啊 遇到什么事 他都是善之时 天天给我出考题 你说每天师父给你出考题 难道你们每天没有给师父出考题吗 一个师父给十个徒弟出考题 十个徒弟天天给师父出考题 考吧 考得过 你就及格了 你到哪去找 不必考试 就能够升学的 没这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就在现实环境里头 无需要逃避 古人叫我们的 素未而行 你今天来道场修学 你什么个身份 你出家的身份 做出家的事 你在家的身份 做好护法的工作 出家 你领什么执事 把自己的执事做好 领执事有没有遇到困难 遇到考题呢 哪个人没有呢 如果你说做事 那事容易做啊 你领的执事 这个执事领三十年 每天眯起眼睛来 怎么做你都知道了 但是呢 同样的事 每一天千变万化 我们就要在这个千变万化里头 好好训练自己啊 我能够随缘 但是我的道性不变 就跟佛菩萨一样 不变 随一切因缘 在秦转法轮的时候 我不是给大家介绍了吗 为什么把法 用轮来代表呢 你看那个轮的中心 当这个轮在转动的时候 中心这个点不变 这就是我们的情境性 外头这个轮廓啊 转动 你每一天面对着人事物 天天都在改变 我管你怎么变 但是呢 我的情境性不变 这今天我们凡夫 就在自己的本位上 在家 在家你有世俗的身份 所谓讲的五轮实义 也是要不变随缘 所谓的不变 看清楚事实真相 我这个不过是演戏而已啊 不变是什么呢 不变是我 道心不变 菩提心不能变 那么在家 你去聊世俗的人 出家 我们好好做弘法力神的事 但是 这个中心不变 你要能有这样的本领 你才能够学这些菩萨恒顺众生 那如果没有这个本领的话 那么我们在做恒顺众生的事业当时 我们就要分清楚善与恶 只要是善的 我们就认真学习 那么如果我遇到的是恶的呢 那么问问自己 在恶的环境里头 你是天天起烦恼啦 还是能够训练自己 好比义工们 哎呀师父 我这个当义工 我辞职不干 为什么辞职不干呢 师父我做到起烦恼啊 那师父你不是常常给我们说吗 如果要做到起烦恼的话 那放下不要做去念佛 我就做到起烦恼 那我就会问他 那你起烦恼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方法 把你的烦恼找出来 如何去对峙你的烦恼呢 师父 怎么找我的烦恼啊 那我问你 你在领执事的时候 你遇到困难啊 不管是人的困难也好 或者这件事很难做也好 你有没有查到 最终的这个祸端在哪 行有不得返求足迹啊 什么意思呢 换一句话说 主位 道场义工领职事也好 你在世俗的这些工作岗位上也好 乃至于在这个家庭里头也好 当我们遇到一切的长难不散 愿情在主 你要第一个念头能生起来 行有不得返求足迹 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一切的错 一切的长难 不要怪别人 是我的错 我为什么错 我德不够 德不配位 所以我领导人的时候呢 人家不愿意听我的 我福报不够 当我在做事的时候呢 我看别人做很容易轻松 两下就做好了 而同样这段事情都丢到我身上来的时候 怎么那么难做呢 我福报不如人家 那么当你这个时候 能返求足迹 我这是生起忏愧心忏悔心 不晓得是过去还是今生啊 我跟他结下了二缘 那都是我的错 哎呀不知道是过去啊还是今生 我修的福报不够啊 所以没能把这一种事情给做好 当你能够生起忏愧心忏悔心 行有不得返求足迹的时候 你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个 专门刁难我的 我叫他做什么 他不愿意听我的 你不会讨厌他 你不会恨他 在你眼里 缘改变了 你能够 你能够在行有不得返求足迹的情况下 这是我福报不够 那么在做事的时候 我更加的小心 哎呀哪里不明白的 赶紧去请教方家 把我这些不足的地方啊 给补足来 事情做好了 事情做好了 是他们的功劳 如果没有他们帮我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愿解啊 不障碍我的话 事情不能做好 这才是我们的忏愧心忏悔心 这个力量从哪来 这个力量从你的大信量来 怎么去修恒顺众生啊 心量脱开 所以当我面对眼前这些恶人恶事的时候 然后我现在遇到的大愿家 不管做什么事他就是障碍我 我也知道自己福报不够 哎呀我在做这一段事情啊 遇到的困难特别多 怎么办 赶紧忏悔 赶紧忏悔 赶紧退一步 如果还觉得自己多了不起的话 那么你没有修行 你不过是把世间法用到佛法上来而已 什么呢 我是领导 你是我的下属 我说什么你就得听我的 那下属要不肯听怎么办呢 吵了他呗 那你是不是把世间法用到佛门里头来了呢 但是今天 行有不得返求诸己 为什么他不肯听我的话 为什么他老喜欢跟我抬杠 为什么我叫做事的时候呢 比我自己做还难 你要睁开眼睛看的都是他人过世的话 那么你没有普贤心 你的心量永远就是这么小 举一要能反三 你今天对这个人 你今天遇到这桩事是如此 我告诉你 你这一生中 你遇到任何一个人 你做的任何一桩事情 条条都如此 为什么 因为你一睁开眼睛来 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永远是 我对你们都错了 你永远是我直 我 这个主观态度把我们给害死了 所以修恒顺正身 就是教导我们 不要把我看得那么正 我是领导 你都得听我的 但是下属有很好意见的时候 怎么办呢 要听他的 我这个领导不是没面子吗 人家会说 哎呀你看 这个师父怎么当的呀 还要听别人的建议 那不行 师父要有师父的威严 但是你的政策啊 不如人家 管他不如人家 我就是师父嘛 我说了算 天天在熏悉我直 再加于年龄不断不断的挣扎 那记住 咱们年纪越大 执着越重 主观态度特别强 再加上如果有名气有身份的话呢 特别爱面子 那如果在世间人来看呢 这还没什么 他有这样的身份 有这样的地位 应该的 但是诸位 如果在佛门里头 那就糟糕了 世人说的 为学日增 我们要为学日损 人家天天要增加他的知识 我们天天要把我直放下 那么要放下自己的主观态度 只有脱开心量 心量打开 好的多赞叹 遇到人家不好的要能保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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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脱开心量 放下我执 不要有太多的 太严重的主观态度 我确实看到 我们同学 甚至有的时候 也包括我自己 都有这样严重的主观态度 这已经是习气了 关键是咱们觉察的能力有多强 哎呀 有时候人家给我建议 这个的时候我扳起脸孔 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我是师父 我说的算 我要跟你说行的话 我都没面子 但是转个身去的时候想一想 他刚才说什么来的 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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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脑子比我好咧 人家给的建议真的好咧 但是这个面子又很重要 那怎么办呢 就想方法 想个方法 怎么让自己下楼梯嘛 那转个身 方法想到了 要善巧地把人家刚才的建议给接受了 那个人一听 你看 刚才我给师父建议 还给师父骂了一顿 师父转个身 又接受我的意见 师父想通了 所以你的觉察能力能有多强 可我也有看牛道的是什么 就算是你对我错 打死我都不能接受你的 那就糟糕了 所以你说 当我们稍少能把信量脱开的时候 不管 不只是你能包容你的大冤家 你少了这些仇恨 在做事的时候 你能接受很多其他的建议 事也做得圆满啊 那前提是 我们自己能不能把信量打开 能不能稍稍地不要去顾自己的面子 不要去管自己的身份 因为我们重点是什么 到场吧 到场是要让众生得利益的呀 那么同学们很多的建议 只要不违背原则 能够利益众生的 那么我们接受 但是如果已经超越了底线 哎呀 师父你看 这样的建议不是很好吗 哎呀 随顺众生啊 就很多人肯来学佛了 但是我们看一看 哎 不行呢 要这样去做的话 那么就把这佛法本来的教育 给扭曲了 这不行 一定不能超越这个道德的底线 好比我们世间法 你照样可以去同事社 你要度众生吗 你陪人家去喝酒 你陪人家去打麻将 就跟他混在一起耶 但是你最后问问自己 原先是你想去度他的 最后变成你被他给度了 那那就糟糕了 那不行 所以如果当觉得自己要去同事社的时候呢 开始有一点脚步不稳啊 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点知觉 赶紧转回头来 宁愿放弃 我不读他了 太危险了 这个是世俗的底线 那么咱们佛门的底线呢 只要我们横顺众生 不违背佛法 好比今天我们 办到场 办到场 做法会啊 这些 当然希望 同修来得越多越好嘛 你说听经 这十个人听经 跟一百个人听经 师父讲 讲的当然是一样啦 你十个人听 我也得这么讲 你一百个人 坐一千个人坐到这边听 我也得这么讲 而不是说十个人听经 我随随便便讲 我瘦一点 反正都十个人听而已 讲那么多干什么 如果是一千个人听 那不一样啊 我就统统都倒出来给你们啊 我还真的没这个功夫 我还没这种 受法自如的功夫 那为什么师父 您要执着说 有十个人 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啊 一场法会 这一场讲经 能够听到这法的人越多 哪怕这一千个人里头啊 有十个人听懂啦 接受啦 以教奉行啦 这不好吗 是这样的原因啊 那么你说 你做一场法会 你要吸引那么多的人来参与 佛门有一句老话讲啊 和尚不作怪 信徒不来拜啊 所以做和尚啊 那偶尔要做怪一下 就要出一点花招啦 能不能出花招 能 但是也有底线 你花招出了 你把信徒给引来了 你要知道 你有没有法给人家 如果你有法给人家的话 那么你的横顺众生有功德 你出了花招 你出了花招 引来了很多信众 哎呀 这些人来参加你这场法会 嘻嘻哈哈 图个热闹 得到什么呢 你什么都没有得到 就回去了 那么你这个没有功德 不只没有功德 怕的是反而变成造业 为什么 这里头来的人如果是有信任 没有学佛的 他来参加这个法会 不是他要来的 被人家拉来的 拉来了之后 那你看现在我们佛门里头 最喜欢讲什么 讲神通 哦 一场法会特别提倡 你要注意看 等下那个师父组法的时候 你要看师父的脑 这个头后面会不会放光 或者有什么奇奇怪怪的 喜欢高神通 讲感应 有的呢 还鬼神护神 这要显示的 这一场法会 这个和尚主法 法力无边 那我告诉你 你这个把佛法的招牌给拆了 你还害了重生啊 人家刚刚来学佛的话 看到你们学佛人 天天跟鬼神打交道 老是喜欢搞神通 讲感应的 这哪叫佛法呢 但是我度众生啊 那你看一讲神通 一讲感应的时候 多少人来啊 来的人是很多啊 但是来的人多 他不是为法而来的 我听说那个师父很灵 听说那个师父 主法的时候可以放光 我来了 他放光关你什么事 你能把光带回家 你什么都没有 最后 把释迦牟尼佛的 这至善圆满的教育 变成跟鬼神打交道的伎俩 你说这样能恒顺众生吗 美其民说 我一场法会 为了要接迎众生 为了让更多的人进来 所以我做一点怪了 但是最后 反而把这些信众的指尖 对佛法的认知 扭曲了 这恐怕有因果 还要造业的呀 所以这种咱们绝对不衡水 那我们不跟着做 我宁愿这场法会人少 做一场中风三十七年 有的同学问我 师父 我只能来参加一诗 另外两诗我不行 那我行不行呢 为什么你不接受呢 我说现在要管制得很严 我首选呢 是你能够全程参与 三十七年 你能够三十都参与 那师父 你看 你每一时都不同的人 那你接迎的众生不是更多吗 如果你坚持三十都同一个人的话 那你看 这一整天的三十七年 你唱的那么辛苦 就不唱给这五十个人听吗 那如果一时换五十个人的话 你这三十啊就唱给一百五十个人听 你就接迎一百五十个人 这个数学题大家会算吧 你把这个利益众生当成生意买卖了 那我告诉你 我还是宁愿就唱给这五十个人听 为什么 这五十个人是从一开始听到结束 他第一时第二时第三时他都领受了功德 我参加了一时 另外两时我想参加 师父告诉我把机会让给别人 我又不能够说 我要一开口的话 师父说我心量小 那师父说我只讲自己 你看到那么多人在排队没有 所以我只能参加一时 那诸位你想一想 参加一时的功德 能够跟参加三十的功德相比辟论吗 那么你说说这样的话 你该恒顺哪个呢 当然我见仁见智 但是我宁愿少 所以你来参加讲堂的三十七年 我第一个问你 你能否三十都参与 不行 不行的话候不 除非我空位很多 那你可以 你参加第十 你回来 位置空下来 有没有人参加第二十第三十的 那如果参加三十的人很多 对不起 你们啊 就没这个机会了 因为我希望 大家真正是以真诚心恭敬心 你三十圆满功德 功德在哪呢 功德就从你的真诚恭敬 你的感恩心 把这份功德 回向给自己的祖先亲人 回向给咱们 累称 父母师长 冤亲在主 今天 再加上 新冠肺炎众生 全世界 全世界 这些因新冠肺炎 死去的 这些众生 三十圆满的功德 用感恩心 用恭敬心 来做这场佛事 是 水泥说 要这样横顺众生的话 我们要有道德的底线 不能把随缘变成随便 不能把随缘变成叛缘 做一场佛事 师父讲经 图什么呢 人多 只要人多 你看到没有 师父讲经 几百个人来听经 这个师父讲经 肯定顶瓜瓜 了不起 了不起就了不起呗 关键在于 绝对不能够把正法给外去了 对给予众生的利益 古德所谓的 贵金 贵金不贵多 不是多了就叫好啊 要大家听了明白 大家跟着做了 你真正得法医 那如果你说在没有疫情的控制之下 我们做一场中风佛事 你能来三百个五百个一千个 师父开心咯 那越多的人参与的不这个也好吗 所以借着这个机会 我让有机会听到的同学 不要误会我们 你看我每一次报名师父都拒绝我 师父说一定要三十 但是我就偏偏不能三十啊 因为每一次我们的名额 人家能参加三十的每一次都抱满 那你不能三十的我们无可奈何啊 你这个要能包容 因为我提倡的 这个佛事 鬼像 是亲力亲为 你自己 要这样的 来修功德 那现在我们的这些佛事 我们摄影下来 现场直播 你要没能够直接来现场参与的 你家里打开电视机 打开手机 跟着做 虽然是没有在现场 照样是圆满功德 我没能去 但是我在家里看电视 师父这一场三十七年 我也从头跟到 结束 我也跟到满心的欢喜 诸位 你就是在修恒顺众生 所以大家要明白 恒顺众生 一切事一切处 遇到什么人 遇到什么事 放下我指 放下我剑 我 结束 我们恒顺一切的上功德 当然了,如果我可以到现场去参加三十七年的话 我会觉得更殊胜 但是缘要不具足的话 我却报名都说已经满了 你总不能够死硬的要挤进来吧 那算了 我恒顺众生 我在家里跟着现场直播 我也做得满心欢喜 这就是你的信量脱开 这就是你有懂得包容 我把这个机会 让给那个比我先到的 如果你要因此责怪师父 责怪道场 那我跟你说 师父也无口奈何 为什么 要没有一个规矩的话 那真的叫 顺得隔来是扫意 像之前疫情刚刚开始 我们没有限制 大家要报名的时候 有的同学来了 没位置坐了 气得跑回家了 到今天没看到他来 他说 我就不到你那边去了 那你说 师父能怎么办呢 也叫无口奈何 那么至为 我们自己就在自己 遇人遇事里头 我们立事练心 要让自己 把这人跟事 做得更圆满 把我们的信量打开 放下我知 放下自己的主观态度 吃亏了 当作还在下 当作给自己 修忍入波罗蜜 但是在世上 要实时保住自己的清净心 你来参加法会也好 你来做义工也好 要深欢喜心 这样 这里头 才叫有圆满的功德 这样 脱一步 脱开心量 我们才能恒顺一切的善功德 那如果是都做到气烦恼 或者与道德 与经典相违背的 我们绝对不做这种恒顺的事情 那这个规矩 同学们一定要认知 你这也是大智慧 好 今天时间到恒顺重生 为大家简单的报告到此地 谢谢大家 阿弥陀 今天以此讲经 听经功德 祈愿进功老和尚 法庭安康阿弥陀佛 3.1.2.1.2.1.1.3 3.2.1.2.1.1 . 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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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三宝 老是从恩来 大侠寄山徒乎爱 若有见闻着 大侠法不提心来 尽此已报生 爱同神积乐国 阿弥陀佛 恭送法师阿弥陀佛 今天听课到此结束 明天再往上听课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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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